有人一直问我说 你最近能不能够给我推荐一些有关于社群 或者说社交化这个方面的学习的这本书呢 我想来想去 最终的话决定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因为有关于营销或者说有关于方法论的一些书当中的话 大家都可以通过百度 然后的话通过文库来获得 因为互联网有太多太多 你们喜欢你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只要查关键词 比如说查社交化营销 场景营销 然后自媒体营销 然后社交化电商等等 只要你们想到的词 你们点开百度 然后一查就可以查到你们想要的那些资料 和那些文章 然后你不断的看 然后有些变质 然后再关注一些知识型大咖的一些公众号 或者说近日头条的号 那你们就会有一些感受 我认为这些都是G方面的一些书籍 太多太多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两本书 是你把这两本书看明白 你就能够做明白一件事情 就群体化营销 你会发现啊 社交营销就是群体化营销 社群也是群体化 你把群体化营销 你搞明白 你把群体的人性搞明白 把群体化的这些潜规则搞明白 你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社群的群主 你就特别特别棒的一个 社交化的一个 领袖性的一个人 好吧 那这两本书的名字叫做 狂热分子 群体运动圣经 那另一本书的名字叫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我可以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本书 我来说一下这两本书的经历 这两本书是我特别特别棒的朋友 也是我的梁十一友在一二年前 一二年的时候给我推荐的 当时他只是给我推荐了一本 叫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我记得当年我在这个东北的某个农村 东北老家某个农村 然后的话在下着大雪的时候 我就每天都在看 基本上把这本书里面当中的每一段话 我基本上都背起来了 你看这个厚厚的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真的是感同身受 这是一本被列为国际十大锦书的其中一本 也就是这里面充满了大量的阴谋论 充满了大量的阴谋论和诡辩论 还有这个群体的这种特征和人性 我不建议女孩来看 因为女孩一旦看这些东西 会把你身边的男人看得太透了 但是男人要必读 男人要必读 这个年轻人也不要过早的来读 因为你没有一些经验 没有一些工作的一些 你会把这个社会想得特别恶 你知道吧 丧失你那种热情 丧失你那种志气 义气 所以呢 我认为其实 真的 就是有句话嘛 叫做老尔不死就是贼呀 真是这样的 就是人要一到五十岁到六十岁 他还依然活跃在这个商业当中 那一定是个贼呀 老尔不死就是贼 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才做了很多很多社群的事情 才能够让我在社群上有所突破 然后呢 做了很多很多大事 包含众筹的一些事情 那后来的话呢 我又发现了另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的姐妹篇 叫做狂热分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激进版 这就是一个激进版 那这两本书的话呢 如果大家看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看一遍 然后的话呢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的话呢 尔再翻一翻 就此而及 不要深度 因为你过分的来深度 研究这些阴谋论的一些东西 会让你这个变得更加更加的 怎么说复杂 复杂 互联网要简单一些 你只了解这个社会 了解这个群体的特点 就可以了 这是两本我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所编著的教材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我编著的教材的话呢 更多针对的是方法 针对的是技巧 针对的是工具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两本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对大家有帮助 这一本乘的教材 就会给大家看这个群体的一本书